中史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甲书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死于威尼斯》 1950年夏天 一位75岁的老人来到瑞士苏黎市 他已结婚45载 是六个孩子的父亲 也是举世文明的大作家 他要发表讲话 撰写小说 接受访谈 尤其朝鲜战争和美国局势 妻子还面临手术 他自己身体也总是受到各种急患的折磨 简而言之 这个人有着成堆的问题与烦恼 然而有一天 他在酒店里遇到了一名19岁的男服务生 对方的外貌 目光 与轻柔和缓的巴伐利亚口音 给这位老年作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在那一刻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性声誉不明一文 对于患病妻子的担忧也退居次要 他所关心的朝鲜战争与世界政治也变得无足轻重 他在日记中写道 那就再来一点吧 再来一次爱吧 被一个人感动 死心塌地地追求他 这位年迈的作家就是德国的托马斯曼 德国二十世纪最为知名的小说家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曼1875年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的一个富商家庭 1901年 26岁的他发表长篇小说《不登·伯洛克一家》 50多万字的宏大篇幅以及现实主义的笔触 让他一曲成名 1912年 他发表《死于威尼斯》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小说 后来还搬上荧幕 进一步引发国际关注 后来他又创作了《摩山》 《约四和他的兄弟们》 《绿帝在威马》和《福士德博士》等 在他的不少作品中 都贯穿着对死亡和疾病的思考 以及对同性的情感 尚文所说的《再来一次爱吧》 正是作家压抑多年的 对同性之爱的爆发 他将这种情感写入他的小说中 其中最杰出的 跟作家生平经历最贴近的 就是发表于1912年的《死于威尼斯》 《死于威尼斯》是除了 不登·伯洛克一家之外 托马斯曼作品中被翻译最多 评价最广 最有影响的一部 不仅德国文学界赞扬它 是德国近当代文学的经典 连托马斯本人也说 它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捷径 小说放射出的诱人光芒 连作家本人也不禁为之目眩 下面我将先简述小说情节 然后分别从《少年爱的自传》 《道德和艺术》主题 《欧洲文明背景》 以及《小说对生死探讨》 四部分进行分析 来挖掘这部小说散发的内涵 《死于威尼斯》共分五章 第一章讲述了五十多岁的著名作家 古斯塔夫·阿森巴赫 因为其出色的小说而被赐予贵族称号 但是他发现自己日渐厌倦自己的生活 创作也陷入了瓶颈 某个春日的午后 紧张工作了整个上午的阿森巴赫 在慕尼黑街头漫步 在北交墓园的电车站 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远方来客 这个人突然激发了他旅行的渴望 阿森巴赫决定去意大利旅行 第二章回顾了阿森巴赫的生平 他父亲这一戏的祖先都是严谨的官员 而母亲这一戏都是艺术家 在父母的影响下 他严格自律 创作态度认真 坚持到底乃是他最喜欢的用语 他一直认为 坚韧的英雄乃是最美的艺术形象 第三章讲述了阿森巴赫在意大利旅行的遭遇 他在威尼斯酒店大堂用晚饭的时候 遇到了来这里疗养的波兰贵族少年塔奇奥一家 少年塔奇奥完美可爱 阿森巴赫被他所吸引 但是阿森巴赫担心自己被诱惑 决定离开威尼斯 结果因为行李的问题 他又不得不重新返回酒店 这次意外让他欣喜若狂 因为他终于又可以回到塔奇奥的身旁 第四章 小说集中描写阿森巴赫对于塔奇奥越来越浓烈的激情 他越来越享受在海滨浴场的生活 每天都在热切地观察波兰少年 他逐渐发现 塔奇奥似乎也慢慢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有一次 塔奇奥还朝他微微笑了一下 这让阿森巴赫彻底沦陷 在战礼中 他悄悄地说了一句 我爱你 第五章是小说的悲剧结局 小说写道 威尼斯正在遭受印度霍乱的侵扰 瘟疫在整个城市逐渐蔓延 但是得知这一消息的阿森巴赫却毫无顾忌 他已经被激情彻底俘虏 一心只想接近美少年 他不停跟踪美少年 毫不顾及任何礼仪风俗 一次他吃了烂熟的草莓之后 似乎感染了霍乱 经常一阵阵头晕 最后他听说塔奇奥一家就要离开 他再次来到海滩 在躺椅上最后一次凝视塔奇奥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离开了人世 死于威尼斯的情节很简单 在托马斯曼细腻的笔触背后 其实某种程度上 可以看作他为自己写的一部自传 阿森巴赫的职业身份 写作态度及其构思的作品 均是托马斯曼本人的写照 1911年5月 托马斯曼与妻子及其长兄亨利·西曼 一同前往意大利度假 这段经历与小说基本类似 里面的事件和人物 很多都是托马斯曼亲身经历的 甚至包括因为行李丢失 不得不在威尼斯的酒店里多待几天的细节 托马斯曼也是在威尼斯的酒店里 遇到波兰贵族少年乌拉基斯拉夫·莫伊斯 并且立即为他所吸引 这位少年的昵称正是塔奇奥 他直接用这个昵称命名了小说的人物 托马斯曼的妻子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 当时的情节与小说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 《十年三十五四》的托马斯曼 已经是当时最为出色的德语作家之一 当时他正在构思一部关于 《非特列大利的小说》 以及一部题为《精神与艺术的论著》 两者后来都没有完成 但是托马斯曼把它们都写进了小说里 变成了作家阿森巴赫的作品 在这篇小说中 托马斯曼第一次直接面对自己 对少年男子的爱恋 即所谓的少年爱 虽然我们今天会将其视作同性恋 但事实上 少年爱是古希腊社会公开承认的一种社会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颇为流行的风气 这一关系通常由一名成年男性和一名青少年组成 尽管可能涉及性接触 但这种社会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公民品德教育 年长一方会充当年轻一方的教育者和导师 指导男孩成为男人 按照会影片的理论 柏拉图式的爱情 其实最初就是指成年男子与美少年之间的爱情 柏拉图从美学角度认为 这种情感是高尚而且珍贵的 年轻男子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的代言 他说通过这种神圣的美的探索 人们从个别的美开始探求一般的美 就一定能找到登天之梯 一步步上升 最终领悟什么是真正的美 这一理论对于欧洲后来的文艺与美学理论影响颇大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 当作家阿森巴赫仔细观察海边的塔奇奥时 他欣喜若狂地感到自己已经一眼看到了美的真实本质 上帝为了清晰地向我们展示精神与灵性的世界 就利用人类年轻人的形体与肤色 使人们无法忘怀 他又想起苏格拉底与菲德罗之间的对话 美是通过我们感官所能觉察的 也是感官所能承受的唯一精神灵性形象 于是阿森巴赫试图把自己的领悟写下来 他的笔触要顺着少年躯体的神圣线条 把少年的美付诸笔端带入到精神领域 虽然有点悬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 这种对于爱与美的柏拉图式的艺术追求 正是这篇小说试图反映的一个主题 阿森巴赫是一位作家 他的写作以及对于艺术的思考 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篇幅 托马斯曼故意采用一种希腊悲剧式的写法 小说的五个章节 就是对于西方传统舞目剧的模仿 而其主题也是希腊悲剧式的 主人公出乎意料地遭到不幸 人和命运的冲突构成悲剧的主题 托马斯曼对于希腊悲剧的理解 来自哲学家尼采 按照尼采的观点 希腊悲剧源于日神阿波罗 与九神迪奥尼索斯的精神对抗与调和 日神代表理性与秩序 代表和谐的艺术 而九神代表非理性与原始冲动 最初 阿森巴赫无疑是一个完全日神精神的作家 他理性克制 有着追求美丽的精神本能 并且肯定个体生命 肯定艺术之美 在最初邂逅塔西奥的那一瞬间 他也是从代表日神精神的艺术角度来观察对方 认为他像天使般的纯净可爱 令人想起希腊艺术极盛时代的雕塑品 他秀美的外貌 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 觉得从未见过如此精雕细琢的艺术 但是逐渐地 阿森巴赫被另一种力量所吸引 那就是九神精神 按照尼采的观点 九神崇拜本身就带着抑郁的色彩 代表着沉醉与狂欢 从这意义上来说 小说最开始 阿森巴赫在北郊公墓遇到的陌生的远方来客 包括后面写到的打扮成年轻人模样的老头 威尼斯平底船的船夫 还有街头卖唱的南中音 热带丛林与老虎 以及小说中后来出现的威尼斯东方色彩 来自印度的瘟疫 以及狂乱的噩梦 这些原始狂野抑郁的元素 都统统指向了九神精神 在小说中 这种九神精神暗合了主人公的心灵状态 指向自我意识的消解 沉醉与性欲等 指向对理性和秩序的否定 阿森巴赫已经认识到 常年累月的创作并没有让他感到快乐 他强行压制情感 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 但是内心一直想摆脱本身的工作和刻板的 冷冰冰的使人头脑发胀的日常事物 正是这种痛苦让他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写作危机 他的作品已经缺乏热情轻松的特色 所以他去远方旅行 是为了追求新奇事物 渴望自由 解脱和忘我 希望可以借此摆脱这种心灵的危机局面 于是他走上了九神精神的探索之路 在遭遇塔奇奥之后 阿森巴赫情绪非常激动 他试图用理性平衡自己 一方面 理智告诉自己不能沉沦于此 要赶快离开酒店 离开塔奇奥 离开维尼斯 而在另一方面 他在情感上又依依不舍 他深情而痛苦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 当阿森巴赫最终决定离开 却又发现行李丢失之后 他是欣喜若狂的 因为终于有借口来搪塞自己的理智 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留在维尼斯 他仿佛置身于理想的乐土 享受着自由的味道 享受着理性与自由 融为一体的 神圣的自我感动中 但是当塔奇奥的微笑 让他彻底沦陷后 阿森巴赫的理智和尊严逐渐丧失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抗衡失调了 为了让塔奇奥一家 能够更为长久地留在维尼斯 他故意隐瞒德国报纸上看到的 关于瘟疫的留言 以及后来在英国旅行社打探到的 疫情确实在蔓延的真相 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标志着日神精神瓦解 酒神精神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也就是他决定隐瞒 疫情蔓延的真相的那个夜晚 他做了一个决定性的噩梦 在梦里 一些野人也在发出 与塔奇奥类似的污渍为音 听起来甜润而又野性 野人所代表的酒神精神 彻底压倒了理智的日神精神 于是 阿神巴赫放下的一切 不再闭人耳目 不再管自己是否受人怀疑 一心一意追逐他心目中美的化身 结果在一天下午的追踪中 他迷失了方向 最后只能颓废地坐在一处石阶上 周边是杂草与垃圾 他嘴里发出喃喃的声音 仿佛某个疯子 一个原本受人敬仰的大作家 竟然沦落到这部天地 他突然意识到 艺术家并不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 善于将银鱼滤脊 与放荡不羁的两种秉性融为一体 现实是 爱恋让他变得更加狼狈 更加愚蠢 这里显示出托马斯曼高超的反讽艺术 传统的悲剧主人公往往坚强不屈 颇具英雄气概 而阿森巴赫在命运的对抗中 不是顽强不屈 而是变得更加愚蠢 小说在这里再次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 我们的文章写得道貌岸然 神灵火线 其实都是虚妄和胡扯 用艺术来教育人民和青年是危险的 应当禁止 用一种追求唯美的方式 写出一个反唯美的结局 用追求艺术的名义 最后得到的却是否定艺术的认识 这正是托马斯曼独特的写作手法 这种反讽手法 这种对美的追求所遭遇的毁灭 背后反映的也是欧洲人的复杂心态 我们知道欧洲文化有两大源头 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文化 一个是圣经基督教文化 虽然少年爱在古希腊时期是正当的 但是伴随着整个古典时代的终结 欧洲被逐渐基督教化之后 欧洲人的伦理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圣经《立位记》中说 人若与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样 他们二人行得可憎的事 总要把他们致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 少年爱与同性恋 均被认为是有罪的 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托马斯曼的年代 同性恋依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阿森巴赫的遭遇 也是循规蹈矩的市民道德 与唯美的艺术家诉求之间的基本矛盾 德国有着悠久的市民文化传统 在精神层面上用理性自我约束 在生活上恪守伦理道德 但是十九世纪以来 德国知识精英 针对市民社会的功利主义 与道德主义倾向 纷纷展开强烈的批判 他们认为市民社会是丑陋 庸俗和功利的 为了与之相抗衡 精英们纷纷举起艺术大旗 认为人只有通过艺术 才能脱离世俗 达到美与崇高 从而认识到世界的本质 也是因此 艺术家小说成为德国文学的一大种类 而庸俗市民与艺术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便成为此类小说的重要主题 但是很多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艺术家 都有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倾向 他们将现实彻底的诗化或者浪漫化 脱离了真实 而主张现实主义的托马斯曼 并没有采用这一惯常的套路 而是在集中展现一个人身上道德与唯美之间的矛盾 然后探讨矛盾 会把人物带向何方 在这一点上 托马斯曼明显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发表之后 他的本我概念 他对于潜意识的挖掘 他对于梦乃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判断 都极大的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 在弗洛伊德看来 人的意识结构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本我 自我 与超我 本我代表欲望 他按照快乐原则行事 急切地寻找发泄口 一味追求满足 超我代表良心 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 他按照至善原则行事 抑制本我的冲突 追求完善的境界 而自我处于两者之间 起防卫和中介的作用 主要是遵循现实原则 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 他受制于超我 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死于威尼斯正是利用弗洛伊德理论进行创作的 我们注意到 主人公阿申巴赫一直处于欲望压抑的状态之下 他极其自律 在别人沉眠酒色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用冷水灵洗自己 把所有的时间 一心一意地奉献给创作事业 但是书中也描写了多个梦境 展现阿申巴赫的内心与欲望 套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 此时的本我受到了自我与超我的严格控制 梦境中他看到的场景是一片热带荒野和沼泽 敦服着老虎 随后他在旅途中遭遇到的 也是与其个性截然相反 放纵且充满攻击性的角色 他们都试图靠近阿申巴赫 瓦解他的意志 于是在一连串的刺激与诱惑之后 阿申巴赫梦见自己 身处野人的酒宴和献祭中 而他也不再恐惧 逐渐为欲望所征服 摒弃了上帝 跟着异族一起狂欢与淫乱 这里的上帝所代表的基督教伦理 正是欧洲同性恋 不被社会所接受的历史根源 而阿申巴赫离弃上帝的举动 就是他的本我 摆脱自我与超我束缚 彻底放纵自己 按照小说里的说法就是 他的灵魂在堕落 因此如果从艺术的层面上来看 小说展现的是 酒神精神逐渐压制 日神精神的过程的话 那么从心理分析角度来说 小说乃是遭到压抑的本能逐渐释放 本我逐渐失去控制的过程 而无论是酒神精神压制日神精神 还是本我失去控制 其行为都为现实世界所不容 对于艺术家而言 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 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意义空间 它被精神世界的美好所吸引 把一切都漫无节制地 花在冥想与情思上面 因而也就逐渐忽略了 现实世界的一切 我们注意到小说前几章 都有着明确的时间标记和顺序 但是到了最后一章 读者已经完全不知道 阿森巴赫在意大利 度过了多久时间 这正是作家失去 现实感觉的表征 而当一个人完全沉浸 在精神世界之后 等待他的 就只能是 在现实世界的死亡 虽然作家与美少年之间的故事 很吸引人 但从书名 《死于威尼斯》可以看出 小说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爱 更重要的是死亡 从作者托马斯曼角度来看 他撰写这篇小说 不仅仅源于 他与波兰少年莫伊斯的邂逅 还有奥地利作曲家 古斯塔夫 《马勒的死亡》 托马斯曼对于马勒的音乐 特别推崇 马勒的第七和第八交响曲 在慕尼黑首演时 托马斯曼都到场欣赏 并参加了之后的庆祝宴会 还曾经专门写信给马勒 表达崇敬之情 他认为马勒的身上体现着 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肃 最为神圣的艺术意志 马勒就是艺术的化身 而马勒音乐中的 《死亡与永恒》主题 也深深地影响了托马斯曼 但在1911年5月 51岁的马勒 逝世于维也纳 当时托马斯曼正在意大利旅行 在马勒去世的消息传来不久 托马斯曼就动身前往威尼斯 开启了《死于威尼斯》的故事 可以说 与波兰少年的邂逅 是死于威尼斯的直接诱因 但马勒作为艺术家的死亡 才是小说背后真正的主题 他之所以给主人公命名为 古斯塔夫·阿神巴赫 正是向古斯塔夫·马勒致敬 而小说中 阿神巴赫的年龄和外貌 也与马勒基本吻合 阿神巴赫在威尔纳病倒 而马勒病逝的地方正是威尔纳 也是源于病毒感染 所以1971年 意大利导演卢基诺·维斯康蒂 将小说《死于威尼斯》 改编为电影时 还特意将主人公的身份 由小说家改为作曲家 作曲家去世的时候 也专门用了马勒的第五交响曲 作为背景音乐 小说开篇就详细描写了 阿神巴赫在街头漫步时 所观察到的售卖十字架 纪念碑和墓碑的铺子 拜占庭风格的殡仪馆 还诵读殡仪馆建筑上 眷刻的 而等进入天国 永恒之光普照亡灵的格言 他等电车的地方 选择在北交公墓外 公墓与殡仪馆 无一不再提醒作家 每一个人都必须 面对一个终极问题 死亡 在死亡阴影的威胁下 人的求生本能就会被激发 他对远方的渴望 对于少年的爱恋 对于从前不屑一顾的东西 以轻松的心情坦然接受 都是源于对生命的眷恋 于是 阿申巴赫走上了一条 九神精神 压制日神精神 本我欲望 彻底释放的道路 但是尼采指出 人们在群体的狂欢中 也经历着个体的痛苦 阿申巴赫之前 作为自律的作家 所建立起来的荣誉 与存在方式 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 他被席卷入一场漩涡之中 迷醉 错乱 丧失尊严 他已经无法再返回到 正常的市民社会 最后等待他的 只有死亡 而他的死亡 似乎也并非霍乱导致 因为书中所描写的 腹泻 呕吐等症状 似乎阿申巴赫身上都没有 他的头晕 也不全是身体的原因 更多源于 他内心的灰心绝望 所以 他可能是在追逐 塔奇奥的时候 过多地消耗了精力 最后因疲劳而猝死 斯汤达曾言 真正的爱情 往往轻而易举的 而且毫无巨义地 勾起死亡的念头 它成了人们 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 阿申巴赫也有着 希腊英雄式的举动 那就是冒着死亡的风险 去谋求不可得的爱情 虽然结局是死亡 但也并不意味着 我们的作家结局悲惨 恰恰相反 在最后的弥留之际 他看到塔奇奥 仿佛差彻在充满了 希望的神秘莫测的 太空中翱翔 而我们的作家 也和平常一样 跟着他神游 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了 天使引导灵魂 进入天堂的镜像 既然无法在现实世界中 得到爱情 那么 唯有纯粹的精神世界 可以提供这个可能性 在得知 塔奇奥一家 即将离去之后 阿森巴赫 其实是主动求死 因为他已经再也没有 回头路可走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托马斯曼 他本人虽然娶妻生子 但终生都因为 无法实现爱情 而饱受折磨 还记得我们在开头说的 托马斯曼在瑞士遇到的 19岁服务生了 他后来曾给那个少年 寄了一封信 借口在职业上 或许对他有所帮助 并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对方的回信 让他欣喜若狂 为他带来了 持续不断的快乐 争了他最后作品的 艺术兴奋剂 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 本我的欲望 遭到痛苦压抑 自我会对本我进行调节 使其欲望发生转移 将能量 投入到另一种对象之上 从而获得所谓的 替代性满足 托马斯曼就把这种 情感上的折磨 用来鼓舞自己进行创作 他真正喜欢的 似乎并不是爱情 而是他的艺术创作 这其中的滋味 也许作家自己 也未必说得清楚 但无论如何 这部《死于威尼斯》中 关于理性与冲动的较量 关于艺术 生与死的追问 却未尝不能让 百年后的我们 重新审视自己 以及我们的生活 好 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 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